Audio Jungle 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者,为下一步美国修订国家军事战略提供了指导。近期,特朗普政府密集出台重量级文件,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,和态势评估报告,准定稿以及国防战略报告等。这即是美战略规划的规定动作,也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安全政策。 正日渐清晰,报告在美国优先原则下,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以实力求和平的军事优先政策。公开的报告分为引言、战略环境、国防部目标、战略举措,节约五个部分。 共11月,约战非公开版本五分之一的内容,报告明确了国防部11项战略目标,和三大战略举措。目标包括,保卫美国本土免受攻击,在全球和关键地区,维持联合部队的军事优势。 设置对手侵犯美国的关键利益,使美国的跨部门合作伙伴,能够促进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。 在印太、欧洲、中东和西半球保持有利的地区权力平衡,保护盟国免遭军事侵略,支持伙伴不受邪阔,并公平分担共同防御责任,劝阻,预防或设置对手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获取,扩散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防止恐怖分子直接或支持其他行为体。 向美国本土及公民、盟国和海外伙伴发动袭击,确保国际公寓的开放和自由,变革国防部思维、文化和管理体系,不断提高创造业绩的速度和效益,建立21世纪国家安全创新基础,优效支持国防部的运行,维持安全和偿付能力。 三大战略举措包括,建设杀伤力更强的联合部队,重整军备,加强同盟关系,吸引新的伙伴,改革国防部管理,以提高业绩和效益,指责中俄,重回大国竞争。 在战略环境评估中,报告进一步明确,所谓4加1威胁判断,即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和伊朗四个国家行为体,以及伊斯兰国暴恐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,报告认为,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核心挑战,是中俄给美带来的长期战略竞争,指责中国和俄罗斯企图塑造世界,并且从内部破坏二战后的国际秩序。 因此,特朗普政府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层面,都将中国与俄罗斯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,视中国为最大战略竞争者。 相比而言,奥巴马政府时期,对中国仍然保持合作加防范的战略思路,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用建设性一词来定位中美关系,强调合作与竞争并存。 如今,特朗普政府则更加强调,对中俄等国竞争与遏制的一面,着眼应对混合威胁,拓展战略竞争空间报告。 旺称在4加1威胁中,对手越来越加强运用正规与非正规力量,结合不同策略,运用形式隐蔽,性质模糊,手段灵活,代价较小的行动来达到目的,包括利用腐败行为,掠夺性的经济手段, 宣传,政治颠覆,代理人行动,以及威胁或使用武力,来改变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,特别是利用与美安全伙伴的经济关系来实现诉求。 这种行动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,属于敌于公开战争门槛的竞争性行动,使美更难以应对。 报告同时指出,技术的快速发展及扩散,将给对手提供更低的准入门槛。 这些新技术包括先进的计算技术、大数据分析、人工智能、自主技术、机器人、定向能、高超声速和生物技术等,为维护竞争优势, 每提出要强化竞争意识,不仅要在战时赢得胜利,更要注重在平时利用自身的优势,掌握主动,给对手形成压力, 以扩大美战略竞争空间,巩固同盟关系,将印太作为国防战略重点。 2015年,美在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中有过印太这一提法。 此次,特朗普政府正式将印太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,提出要将印太地区盟友伙伴,发展成为一个安全网络, 以设置侵略,维护稳定,确保全球公寓的自由进入权。 目前,美正积极推动美、日、澳、印形成次边安全网,从亚太拓展到印太, 以期在更大范围、更大空间筹划战略布局。 报告还提出,要加强跨大西洋的北约同盟,以设置俄罗斯的冒险、行为, 在中东地区建立持久联盟,打击恐怖分子,抵消伊朗的力量,确保能源通道安全, 保持在西半球的优势,维护西半球的和平稳定,以减少北本土威胁,发展伙伴关系, 以应对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等,扩军备战,建设更具杀伤力的联合部队报告指出, 美国军事优势在每一个战备领域,空、陆、海、太空和网络空间被侵蚀, 并且正在继续被侵蚀,美国防部长马蒂斯说, 我们不能指望运用昨天的武器装备,在明天的冲突中迎取胜利, 报告围绕应对国家间大规模高端常规战争,提出扩大部队规模, 推进和三位一体的现代化,加强太空、网络、C4ISR导弹防御力量建设, 提升在竞争环境中的联合杀伤能力,前沿部队机动能力和态势复原能力, 重点投资先进的自主系统,强化敏捷和恢复力强的后勤保障等, 报告指出,将一体统筹应对高中低端威胁挑战, 特别是在平时也积极运用联合部队以设置来自印太, 欧洲和中东三个重点地区的侵略,降低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, 在低于武装冲突门槛的挑战中,捍卫美国利益。 对此,美将通过更具杀伤力、灵活性、恢复力强的兵力态势和运用模式, 以及技术创新、作战理论创新、人员素质提高等途径, 来应对未来更加复杂多元的威胁挑战、创新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, 提升国防管理效益美认为,当前美国防部各级领导不愿承担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, 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甚至美军的战斗力,提出要吸收商业革新思想, 树立一种重业绩的管理文化。 报告要求各军总部长、国防部各机构领导,加强组织结构重塑和体制机制优化, 敢于承担风险、精简相关审批程序,提高对军事需求的反应速度, 削减冗于机构和人员,并提升财务管理效率、优化装备从研发到列装的方式, 依托国家安全创新基础计划,联合国内外企业加快发展关键前沿技术, 以维持美军技术优势,美国防战略的调整,一方面是着眼抵消中俄不断上升的军事实力, 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,从而确保美长期的全球领导地位。 另一方面,特朗普的军事优先政策,无疑受到军方和军工集团的热捧, 从而加强对特朗普的政治支持,美称这份国防战略将为2019-2023财年, 国防预算提供基础性框架,最终以军费的实际投入来实现美国防战略目标。 综合看,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战略,充分体现了冷战思维下的霸权逻辑。 正如我外交部发言人所指出,美方报告充满冷战思维,和联合博弈过时观念, 蓄意歪曲中国国防和外交政策,渲染大国战略竞争, 犯了根本性的错误,作者单位,军事科学院。